披荆斩棘的哥哥第六次公演也就是总决赛在即 不少大众评审已经接到第三轮电话 准备不日启程前往海口 这也预示着今年夏天最火的一档综艺即将画上句号 据悉这次的总决赛将在10月25日举行 那么六宫的赛制又是怎样的呢 分组是不是还是武功时的阵容 他们的选哥又有哪几手呢 这些都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还有总决赛到底邀请了哪些嘉宾前来助兴 总决赛到底是直播还是录播 是不是确定就是17位哥哥成团 成团后除了团宗还有哪些资源 这些也是让观众困扰的地方 面对这些疑问就有瓜主爆出了总决赛的歌单 据他讲这次的六宫一共有六首歌 节目组给两首哥哥们自己选两首 然后再从对方组的哥哥们的代表座里选一首 然后这六首歌也揭晓了 分别是哥哥们的代表座 海阔天空 有情岁月 以及巴比龙迈步 还有两首分别是汪峰和黄霄云的歌 黄霄云的歌大家都猜测是星辰大海 而这六首歌将分别是每组全员合上一首 剩下的两首歌由组里不同的哥哥排列组合上 海阔天空和有情岁月 估计就是各组全员都上的歌 也是唱的对方组的成名曲 巴比龙和迈步是节目组选的歌 汪峰和黄霄云的歌则是哥哥们自己选的歌 其实这六首歌现在看来就是选的中规中矩 没有什么大的意外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惊喜 海阔天空和有情岁月 大湾区哥哥们最近经常唱 王嘉尔的巴比龙在选秀也经常被用作敬演曲目 而且还有一首歌《迈步》还是隔壁平台 也就是追光吧哥哥第一季的选曲 这首原唱是一阳千玺的歌 当时由艾弗杰尼·杜纯·卡斯波演唱 反响还不错 这次批歌又拿这首歌做决赛选歌 难道也是为了回应隔壁平台的喊话 比赛需要对手追歌期待交手 针对总决赛是直播还是录播的消息 前两天一直有消息讲 10月25日的比赛将改为录播 然后29日正式播出 那么今天又有关注透露 总决赛有直播又有录播 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因为大众评审接到的电话是 10月25日当天的录制将于下午3点进场 而往年乘风破浪的姐姐的成团业 往往又是晚上才开始直播 有人就分析会不会是下午录制舞台 晚上再直播成团呢 要不就是25日当天录制舞台 当时不公布投票结果 然后29日再直播成团之夜呢 据说当年的火箭少女解散演唱会 就有过类似的操作 不过猜测归猜测 那这次的总决赛 到底节目组是怎样安排的 已经有哥哥给出了答案 有粉丝偶遇李朱贤哥哥 他说成团业会在10月29日举行 还让粉丝给他到时投票 那么现在看来29日很可能就是直播了 而且到现在也没有招募观众 网络投票很可能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了 还有总决赛的嘉宾 据说除了道场的嫂子们外 会有黑豹乐队和面孔乐队道场助兴 传说中的特要嘉宾 当时说了会有张艺兴趣 但也有人说 节目组没邀请流量嘉宾 但会有女神莫文蔚道场表演 还会和严程旭合作舞台 同时浪姐的部分姐姐也会到场 根据行程分析 李斯戴尼和金城会出席 有说还有其他姐姐要来 不过这些消息都还是传言 有时计划也赶不上变化 一切还是以节目组的官宣为准吧 而这边还在忙着准备吃总决赛的瓜 那边披荆斩棘的哥哥的团宗 哥哥的滚烫人生已经在乌鲁木齐开始录制了 今天晚上八位哥哥 陈小春 张静 张志玲 李承炫 张琪 白举刚 李响 高汉宇 就在乌鲁木齐消防大队开了直播 还扬言如果看直播的人数过不了50万的话 他们就得家跑5公里 体验消防员工作的他们 不但在直播中普及了消防知识 而且直播氛围生动有趣 看直播的网友都说 比披荆斩棘的哥哥的正片都好看 到最后他们还一起唱了 团结就是力量 你能想象到陈小春 张志玲和李承炫 一起唱团结就是力量吗 而且张志玲唱歌时的表演 那叫一个生情并茂 不愧是老溪骨呀 那么你们期待皮哥的六宫吗 又希望看到哪些哥哥们成团呢 对这个歌单又怎么看呢